Hello 今天想和大家说一件很简单的就是如何在你的Canon M机上 这个M50 M6等等的机器 去装上CineStyle这个画面的颜色 你装了之后你可以拍到一些比较日系的东西 即是比较色淡一点 颜色调教方面又可以多一点的幅度 是很棒的 这个已经存在了很久了 很简单 首先你就来到这个网站 我下面已经有link给你了 你进到这里就把你的名字进去 如果你没有一家公司 你写回你的名字都可以 然后你就会收到一个这样的email 这个email它就会叫你下载 你按下去 你就会下载了一件这样的东西 这个叫Technic Color CineStyle 你把它解压之后 打开它 它里面就会是这样 OK 第二样你要预备的就是这个 EOS Utility 如果你有EOS Utility 应该在这里 在这里叫EOS Utility 是这样的 OK 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 下面我都包了link给你了 就是来这里下载 你来到这一版 你就选数码相机 然后你就选哪部机 比如EOS M 这样才算 EOS M 单反都可以 都是一样的 你按下去 你选择型号 我当我是用M50 然后就驱动程式 和软件 OK 按下去 你进来这版 如果你用Windows的话 就是这个Windows EOS Utility 如果你是Mac的 就像我这样 就用这个 按下去 你按到最底 就可以立即下载 然后它的指示下载完 安装了之后 然后你就要用USB线 拼住你的相机 开了 电脑就会知道它拼住 开了之后 就开这个Canon Utilities 这个EOS Utilities 你一开 你一定要先拼住手机 然后才开 开了之后 它就会感应到你拼住手机 你就在这个Camera Settings 按进去 中间有一行叫Register picture style file 你进去 你进去 这个我已经安装了 我拿第二个 profile示范给你看 这个就是打开文件夹 打开 刚才不是一早下载了一个folder 就是这个 你开这个 Open 然后这里就会有选择CineStyle 你在下面选择CineStyle 然后OK 就可以了 搞定了 save了 然后就click 你安装完之后 你一开这部机 你就会看到在Picture profile底下 就会有CineStyle 有什么不明白就留言 就是这样 Bye